一位鬧出火的白人 因為總共為救 為第三手團轉送到台中的便宜 但是算太不夠 救護車在經過國度台中中華路段 所以讓一台火車或移動車 不管救護車如何駛喇叭 火車也是不僅僅 白人的家修失調給油到想去 用手機的適合外面 幫助忙碌 救護車載到白人 相當緊急要轉身 早前是台北社會車 當那一艘車道就是不僅僅 明明旁邊沒有任何車流 它是減檔車車轉用的車道 當時狀況是很緊急 在後面跟了差不多大約一分鐘左右 它還不理讓 有啊 我有跟緊一點 跟緊一點把車子一半已經到內車道 最內車道 一半在它的車後 那後視鏡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車來鬧出火的環節 要等三點鐘一來擊掌 白人三到第三手團 已經開了兩點多鐘的時間 現在已經存不到一點鐘 因為環節鬧出火 當各種行數的總控制下 又有車一旦變換車道 那是海町黨 就很厚的經驗鬧出火的危機 它沒有 它是說車內沒有聽到聲音 然後但是它看到的時候 它就有切走啦 是喔 對啊 可能是有一些誤會吧 送貨的貨車是送貨的 是營運用 營運用的話基本上 職業時期更應該有那個道德 而且它 你如果說像所謂那個奇蹟大師 那種保時捷 它那種隔音設備好 而且音響很好說很大聲 你沒聽到 那貨車不應該說 沒聽到那個警報器在叫啊 火車一樓動了一分多前的時間 最後只要變換車道 讓對車的家修是相當想起 把這段過程用手機打下來 補充忙碌 至於白人送到台中後 要再在便宜治療當中 記者稍後開 查詢報道